尊重国旗 尊重国家 尊重国歌 大家加油 近日 一场主题为反暴力救香港的大集会在香港天马公园举行 香港各界人士纷纷发声 谴责社会近期发生的一系列暴力事件 呼唤和谐安宁 当天的集会上 一位香港市民手持五星红旗 高喊着反暴力救香港的口号出现在主舞台上 他便是香港音乐教师高松杰 高松杰说 五星红旗有14亿护旗手 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 希望可以用行动告诉香港社会 作为中国人一定要尊重国旗 尊重国家 心情一定是兴奋的了 我想借着这个活动 对场内面甚至公众去宣扬那个 我们一定要尊重国旗 守护国旗 还有要很清晰地告诉公众 香港是国家一部分 是不变的 永远变不了的 我们也跟一些不法分子说 不要打香港主义 香港是中国的 高松杰说 社会近期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 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看到熟悉的街道被突兀 人民以为好的法治社会被破坏 他感到心痛 六月以来 他参加了慰问警察 清理街道 反暴力集会等一系列活动 希望社会可以重现和谐美好 爱香港抢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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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加油 当从新闻中看到 有激进示威者把海港城附近的国旗丢进海里后 高松杰深感愤慨 他说 祖国如同母亲 国旗和国徽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亦犹如父母般重要 他和一批志同道合的香港市民发起了守护国旗行动 让五星红旗重新飘扬在维港上空 香港市民的这些爱国行动 却激怒了部分激进示威者 高松杰告诉记者 反暴力就香港大集会结束的当晚 一位上台发言的香港市民的办公地点被破坏和突兀 自六月份以来 自己几乎每周都会接到恐吓电话 一些个人资料也被散播在网络上 你说我怕不怕 其实 说真的 小小一定会有 但是 不会因为这些欺凌 我要向恶势力屈服 不过有遗憾的 我小朋友刚刚飞去外国读书 其实在这段时间 做父母应该多些陪她 但是遗憾地 因为我怕会连累她 也有看她 也有陪她 但不多 在她飞之前 也有寫一篇假书给她 跟她说对不住 希望她都原谅我 但如果她说 为国家效力 或者国家有危难的时间 我不站出来 那我有个良心 过意得不去 那我希望她 以后长大的时间 可以明白 我那个 就是 那个负心 是的 在给儿子的临别家书里 高聪杰这么写道 爸爸本可以什么也不做 什么也不说 不会惹祸 但爸爸一直坚信 正义是要有人做才存在 如果我们一味地妥协和退让 甚至害怕 只会助长犯法 令更多人受害 高聪杰出生在香港深水部 一个基层家庭 他热爱音乐 长大后做了音乐老师 再一步步拥有了自己的音乐学校 他认为现在香港部分年轻人 总想一步登天 却忘记了香港人身上最核心的精神 拼搏进取 不怕吃亏 努力解决问题 而不是抱怨政府 抱怨社会 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的名字后面 加了小小人物做小事七个字 希望更多人能够明白 不饥馈步 无以至千里 香港精神就是拼搏 抵得想 还有不要计较 还有不要抱怨 凡事有问题 出了问题 我们想方法解决它 其实我特别改的是这个网名 就是因为我觉得 现在的年轻人 为什么这么抱怨 就是因为他们想法太多 由零到一跳 就跳到一百 就是一早要做大事 那其实我们反想回 其实一件大事的构成 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小事 慢慢去堆積很多很多的小事移成 高松杰说自己从小很爱研读历史 自己的爱国情怀也是源于此 作为教育界人士 他认为现在香港的国民教育 应该加强中国历史这一刻 让年轻一代对自己的国家 多一些了解和认识 才会拥有更深刻的国家观念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